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基本操作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机部分 这是按键区域 然后这边有开关键 然后这是我们的参数部分 参数接口 这是我们供电部分 然后这是电源插座 这是立线柱 这是网口 这是USB口 然后这边是我们预留的增加力的记录仪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附件 这个是血压绣带 然后背色的部分是血压绣带延长管 这个是我们的血氧探头 这是我们的起温探头 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新电导连线 这是电源线 然后这个是接地线 然后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连接这些附件 首先我们的附件接口 然后第一个黑色的是新电的接口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卡槽 然后这里有一个这个凸起的部分 我们要这个两个要对应起来 然后我们拿着这个新电的这个接口 然后轻轻的插进去 然后就可以了 我们拔出来的时候也是拔这个接口的部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一个是我们的血氧接口 血氧接口呢就是 它这个是上面也有两个 两个卡槽 然后这边要我们要对应起来 才能插进去 不能在其他地方你实际它是插不进去的 去旋转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拔出来的时候呢 是要拔它的这个地方 我们轻轻的往下把它会有一个弹出的部分 然后这样轻轻的拉出来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里是个卡槽 我们这样轻轻的轻轻的拉动的时候 它这个卡槽是往下陷进去的 这样就利用我们拿出来 然后这里是这个是我们的血氧 血压也是也是这样轻轻的插进去 它这个同样的拔出来的时候和那个血氧 一样的也是要把这个把这个拉出来 这个样子 因为它这里也是有这种 然后这是我们的体温 体温这边是有两个的 我们标配的话就是有一个体温的探头 这样新闻的插进去就可以了 这里是然后这个电源线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接地线 接地线就是把这个放在上面的 然后这个部分就是医院里面的一个地线 的部分或者是我们插在一个金属的 金属物品上面都可以 那么下面我们开机也是一点 连接我们的电源线 然后按拆关键2到3秒 在开机的时候我们的报警方式亮了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按键 按键部分这里 这里是那个声音关闭的 我们按下这个它的所有的声音都会关闭了 然后再按下这个声音关闭取消 然后这个是报警暂停 这个是波形冻结 这个是虚压测量 按下之后它会虚压撑起 再次按下虚压撑起停止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系统菜单 系统菜单可以是监护仪有监护仪的设置 然后监护仪的维护 在监护仪的社群里面有工作介练设置 像我们现在的设置是标准介练 然后它可以选择趋势共存 还有大肢体 大肢体介练 大肢体介练在医生做手术的时候 利于观察 就是观察我们的这个数值 然后下面有监护仪的维护 监护仪的维护仪的用户密码 用户密码是8118 然后点击确认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语言 有DOL中文 西马牙文 波兰文就行 然后下面有那个二氧化碳 还有IVP IV就是有创血压 还有我们的色彩 色彩就是每一个波形的颜色 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选择 导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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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是我们以心电设置为例的 然后这边有心电的心律报警 报警级别 报警系录还有这些 我们主要用到的是导年类型 导年类型就有五导年和三导年 我们这里选的是五导年 然后这边还有三导年 那其他的我们公导选的这个血压就是有血压设置 血压设置主要用到的就是时间间隔 见到时间 见到时间有手动的 还有这个其他的分钟的选项 这些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五分钟五分 这边显示请按起动键 然后我们按下血压按键 然后它会自动测量 然后再次在 在之后我们的那个五分钟 就会测量一次血压 然后这边就是 呼吸呼吸的这些设置 然后体温 体温的报警开关 然后这个设置 然后这边是这种 波形 然后这边报警设置 报警设置 我们的密码是8008 这边就是把所有的报警设置 集中在一起 然后我们设置 新域的上线下线 然后这些 还有碎压的收缩压 平均压 输张压的最高上线 最低下线 如果超过这些设限线 就是我们经历会冲报警 就是根据病人的数值来设置 然后这里面有菜单 我们这个小箭头里面的菜单设置呢 里面有 主要是有那个设置便人信息 便人信息我们有设置它常号线别 和便人类型 便人类型是常人还是儿童 还有新生儿 这边都可以设置 因为回同的话 我们下午前 可能是否比起来 晚安 健康 没 上 鞋 我的 我不